中文字幕——YK 素火腿150克 调味料 麻油4茶匙 酱油2茶匙 白胡椒粉少许 做法 糯米洗净后浸泡4小时 香菇 甜萝卜干 素火腿 切湿备用 起火热锅 将萝卜干湿 清炒至金黄后 起锅备用 锅中放入麻油 将香菇丝炒香后 加入素火腿丝 萝卜干丝 一起炒香 再将泡好的糯米绿水 放入一起炒 最后放入酱油 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和水 拌炒 将炒好的油饭 放入蒸锅 蒸20分钟 关火 香喷喷喷的油饭 即可享用 人间小厨 谈心说菜 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今天要和大家说的 这道佳肴 是大家很熟悉的油饭 油饭是来自我们 旅金香师姐的拿手厨艺 食材其实很简单 就是糯米 三杯 香菇 十朵 甜萝卜干 150克 素火腿 150克 即可 而调味料呢 是 麻油 四茶匙 酱油 两茶匙 白胡椒粉 少许 皆可 说起油饭呢 送油饭就是台湾民间 一种特别的习俗 只要在生孩子的时候 一个月内 能够行礼时使用 油饭就是 请贺得子之礼 在小孩子满月的时候 将油饭分送给亲朋好友 这个就是对宝宝 满月代表孩子能够健康长大 油饭送给亲朋好友 和大家分享这个喜悦 所以我们人间小厨 特别为大家做这一道 让大家欢喜 特别是让大家能够 在家里多空 可以做这一道油饭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道 加油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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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很高 我也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很高